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东旺西风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墨水里的深邃 从书法墨迹感悟巴洛克的深沉 二春卷的螺旋 从实物形态探索螺旋式的巴洛克美 三茉莉花开的静蜜 从茶香体验印象派的瞬间美 纳摩、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墨水里的深邃 从书法墨迹感悟巴洛克的深沉 在探索艺术和文化的深邃海洋时 我们偶尔会遇到一些 看似不相关的元素 它们却以一种神秘的方式交织在一起 今天让我们以一种既专业 又带点幽默的方式 探讨一下墨水里的深邃 从书法墨迹感悟巴洛克的深沉 首先让我们把时间的钟摆波 回到巴洛克时期 那是一个艺术充满表现力 情感深邃对比强烈的时代 巴洛克艺术家们 追求的是一种动态的 几乎可以触摸到的美 它们的作品 充满了戏剧性和深刻的情感表达 现在你可能会问 这和书法墨迹有什么关系呢 好吧 让我们拿出放大镜 仔细观察一下书法家的墨迹 书法 这门古老的艺术 不仅仅是文字的书写 它是情感 哲学和美学的完美结合 每笔 每画都蕴含着书法家的情感 和精神状态 就像巴洛克艺术家们 在他们的画布上所做的那样 书法家在纸上用墨水 绘制出深沉的情感 和复杂的对比 想象一下 一位书法家正坐在昏暗的房间里 只有一盏昏黄的灯 和一张白纸相伴 他或他 浸泡毛笔于墨水中 每一次触碰纸面 都像是在与纸张 进行一场深情的对话 这不就是巴洛克艺术家 在他们的画布上 所追求的那种情感的流露吗 墨水的深邃 不仅仅是颜色的深浅 更是情感深度的一种体现 现在让我们加入一点幽默 想象一下 如果巴洛克时期的艺术家 和书法家一起参加一个聚会 当然 这是一个跨越时空的假设 他们可能会争论 谁的作品 更能表达情感的深度 画家可能会说 看看我的画作 那强烈的光影对比 那生动的情感表达 而书法家则可能回应 哦 请看我的墨迹 每一笔每一画 都是我的心跳 我的灵魂在纸上跳舞 最后 他们可能会意识到 无论是使用画笔还是毛笔 他们都在追求同一件事 用艺术表达生命的深沉和复杂 所以 下次当你欣赏书法作品 或巴洛克艺术时 试着去感受 那背后的情感深度 记住 无论是在画布上 还是在纸上 墨水和颜料 都是艺术家用来探索和表达 这个复杂世界的工具 而我们 作为观众 有幸能够窥见 他们心灵深处的奥秘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春卷的螺旋 从食物形态探索螺旋式的巴洛克美 在深入探讨 春卷与巴洛克美学之间的螺旋式联系之前 让我们先来一段小小的历史回顾 春卷 这种源自中国的美食 以其脆皮和丰富的内线 跨越了千年的时间 成为了全球华人社区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而巴洛克 则是一种起源于17世纪早期的欧洲艺术风格 以其复杂的形式 丰富的细节和动感的表现力组成 现在 让我们以一种轻松幽默的方式 将这两者联系起来 探索春卷的螺旋 与巴洛克美学之间的奇妙关联 首先 想象一下你手中的春卷 是的 那个金黄色 炸得酥脆的美味 现在 仔细观察它的形状 春卷的外皮 紧紧地包裹着内线 形成了一个完美的螺旋形状 这不仅仅是 为了让春卷看起来更加诱人 实际上 这种螺旋形状 在巴洛克艺术中 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巴洛克艺术家们 热衷于使用螺旋形态 来表达动态和能量 无论是雕塑中扭曲的身体 还是建筑中蜿蜒的楼梯 螺旋都是用来引导观者视线 创造视觉冲击力的重要元素 春卷的螺旋 虽然简单 却也能引发我们对于形态和美的 深层次思考 想象一下 如果巴洛克时期的艺术家们 能够品尝到春卷 它们会如何被这种 简单而又复杂的形态所吸引 甚至可能会在它们的作品中 加入一些春卷式的螺旋元素 画家可能会在它们的画作中 加入一些隐喻性的春卷形状 雕塑家可能会创作出 以春卷为灵感的螺旋雕塑 而我们 作为现代的观众 在享受春卷的同时 也可以思考一下 这不仅仅是 一道美食 它还是连接过去与现在 东方与西方 美食与艺术的一个美妙纽带 春卷的螺旋 就像是巴洛克艺术中的 一个小小缩影 提醒我们 即使是最频繁的事物 也能蕴含着深刻的美学价值 所以 下次当你品尝春卷时 不妨想一想 你不仅仅是在吃一道美味的食物 你还在品味一个 跨越时空的艺术之旅 这就是春卷的螺旋 一个小小的食物 却蕴含着无限的艺术与想象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茉莉花开的静蜜 从茶香体验印象派的瞬间美 在探索茉莉花开的静蜜时刻 我们仿佛穿越时空 回到了一个印象派画家 梦寐以求的场景 想象一下 一位穿着19世纪末 细腻衣上的艺术家 手持画笔 坐在一个充满茉莉花香的园中 眼前是一幅活生生的 充满生机的画面 这不仅是一幅画 这是一个关于茶的故事 关于那些被茶香包围的瞬间美 首先 让我们从茉莉花茶说起 茉莉花茶 这个听起来就让人心旷神医的名字 其实是一种非常考旧的茶 你知道吗 茉莉花茶的制作过程 几乎就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艺术表演 茉莉花必须在夜间开放时采摘 以保留其最纯净的香气 然后与茶叶一起共舞 直到茶叶完全吸收了花香 这个过程可能需要重复多次 直到达到完美的香气平衡 想想看 这不就是印象派画家追求的那种 瞬间美的完美体现吗 现在 让我们的想象翱翔一下 想象一位印象派大师 坐在这样一个充满茉莉花香的园中 他的眼前不仅是一幅画 而是一幅活生生的 充满生机的茶园 他可能会被这种瞬间的美所吸引 用他那敏锐的艺术感觉 捕捉到茉莉花开放的那一刻的光影变化 将这种瞬间的美 永远定格在画布上 而我们 作为现代人 在品尝一杯香气四溢的茉莉花茶时 也许可以稍微放慢脚步 闭上眼睛 让自己沉浸在那份静泥之中 想象自己正坐在那位印象派大师的画中 感受着茶香带来的宁静和美好 这不仅是一种味觉的享受 更是一种心灵的洗礼 所以 下次当你品尝茉莉花茶时 不妨想象一下 自己正身处一个印象派的画中 体验那份瞬间的美 这样的体验 或许会让你对茶 对生活 有着全新的认识和感悟 毕竟 生活不就是一连串瞬间的积累吗 而茶 正是这些瞬间中的一抹亮色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以一种既专业 又带点幽默的方式 探讨了墨水里的深邃 从书法墨迹 感悟巴洛克的深沉 春卷的螺旋 从食物形态 探索螺旋式的巴洛克美 以及茉莉花开的静蜜 从茶香体验印象派的瞬间美 这三个有趣的话题 我们从不同的角度 将艺术和文化 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元素联系起来 带给大家全新的思考和体验 无论是书法墨迹 春卷的螺旋 还是茉莉花茶的香气 它们都以不同的方式 展现了人类创造力 和美学追求的多样性 我们可以从书法墨迹中 感受到巴洛克艺术的深沉和复杂性 从春卷的螺旋中 体验到巴洛克艺术的动感和能量 从茉莉花茶的香气中 感悟到印象派的瞬间美 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的点滴 通过艺术的眼光 我们能够更加细腻地感受和体验 它们带来的美好 现在 我想邀请大家参与讨论 分享你们对这些话题的想法和观点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请在下方留言区 与我们分享吧 我们非常期待听到你们的声音 谢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 我们下期再见 记得保持好奇心 探索更多的艺术和文化的深邃之处 六博士与你同在 感谢你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